2月21日 全球一流大厂高管出席红海活动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下跌76点 成交量3415亿 指数收在18676点 外资群卖超台积电5942张 这就仅是小摩及美龄卖的量 大部分台积电中的主力及外资群 还没有要止损或止力的现象 目前外资群及主力台积电的成本 大概在600元左右 近三个多月下来 外资群买超台积电50几万张 目前外资群如果要出货 散户一定会卖得比他们还要快的 现在散户还没有完全相信台积电股价 该在688元以上 想要让散户中毛定效应 按照台积电这种大股本 高市值的公司 至少要让股价在688元以上整理三个月 只要外资群及主力有能耐办到这件事 那散户就会中毛定效应 最终就近来买688元以上的台积电 对于我这种比较理性的人来说 我是不可能花688元 去买一间获利别人先拿走 你抱着每年仅有股利率1.7%不到的公司 想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是使用个人信贷 股票值借 理财型房贷 利率至少要2% 这还不包括你要缴的所得税 及二代健保 我是不懂投资688元以上的台积电 到底要干吗 很多散户及外资群会去买台积电 他们要的单纯就是上涨后的差价 外资群这一波的布局 就是为了让散户相信台积电股价值700元以上 这样他们就能把手上买的600元成本的台积电 通通都到货给散户 如果散户像2021年那样有信心的一直抱 外资群就让台积电股价盘跌个几年 折磨到那些散户怀疑人身后 他们再进来买看看散户是否有信心 这一次外资群集主力可以在短短3个多月买到50几万张 代表很多散户已经对台积电没啥信心了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 之前台积电从688元跌到370元 很多散户的锚点几经从688元来到370元 在台积电上涨到400元 450元 500元 550元时 就会有很多散户想先卖一趟在低街 看可不可以500元卖 之后跌到400元以下再买 最终就被外资群以600元的价格买走 现在每天在那演戏给散户看 让散户快点相信台积电好棒棒 昨天鸿海50周年晚宴 全球一流大厂的高管都来参加 包括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为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行政院副院长正文灿 苹果营运常威联司 日本软体银行创办人孙正义 安谋执行长哈斯 苹果执行长库克也透过录影方式表达祝贺之意 很多散户常常在那说鸿海很危险 鸿海很烂 其实他们单纯就是看到鸿海股价不涨 所以才会这样觉得 有一些散户还会被害妄想症的觉得股价不涨 一定是鸿海这间公司有问题 其实单纯就是鸿海的股价表现得太平稳了 现在是高利率时代 外资群集主力的资金成本很高 他们喜欢一些股价波动比较大的个股 大家看AI概念股就知道了 就选择去炒广达 伪创 光宝科及应业达 外资群集主力确实也成功了一次 赚了几十万张 而且是两到三倍的差价 但这一次就没有每天再过年了 不过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对外资群集主力来说 如果炒作成功的话 就会像第一次这样大赚两三倍的差价 这一次之所以会失败 一来AI概念股的股价真的是太高了 二来是散户也不是真的傻瓜 之前都被骗一次了 哪有这么多傻瓜会被骗第二次 这一次AI概念股在炒作的过程中 很明显就和第一次不同 之前我到一般讨论区看时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很看好 你只要分析伪创 广达的主力筹码 然后说一些实话给他们听 他们就会像被鬼打到一样拼命呛声 这一次外资群集主力在炒广达集委创时 一般讨论区大概是有七成左右的人看衰 只有两三成好傻好天真的散户相信 不过最近随着外资群集主力 在广达集委创中止损 这些股票又会落回散户手上 不过和之前不同的事是 第一次炒作AI概念股时 会有一些散户成本是在30元以下 这一次就没有这么好康了 伪创的成本都会在120元 广达的成本都会在250元 当股价下跌后 这些散户赔钱 他们自然也不太敢出来呛声 当大家知道鸿海股价不涨 是因为鸿海股价太稳健 吸引不了外资群 及主力短线进来投机 这时你就不用在那被害妄想症的 觉得鸿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一次鸿海50周年晚宴 这么多一流大厂的高管来参加 大家就要知道鸿海在这些公司的地位 这些一流的大咖就是为一些法人 散户打一记强心针 一些害怕鸿海是不是有问题的人 在这一次看到这么多一流大咖 能参加鸿海晚宴后 就会打消疑虑 这时会有人说 那鸿海股价会不会上涨呢 之前我就说过 因为Fed把利率升到5.25%到5.5% 鸿海股价表现得太稳健 所以很难吸引外资群及主力进来炒作 不过鸿海每年都会有除息行情 大概最慢在一两个月就会启动 大概会有15%到20%左右的涨幅 这种行情就符合了外资群及主力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鸿海的除息行情 说不定会被搞得更大 大家看一下伪创及广达一波 就向上拉个20%到30% 外资群有可能也会把这一次鸿海的除息行情 搞大一点 这样外资群及主力才能赚得多 不然除息行情就仅有15%到20% 外资群及主力在120元开始到货 当到完货后 说不定股价已经跌回110到115元 除息后又回到105或110元 这样的幅度就有一点太小了 外资群及主力的资金成本这么高的话 那行情做大一点 成功的话就能在几个月时间内赚10%的差价 这就很符合外资群及主力的需求 最近我看外资群及主力到不同的大型全职股中炒作 很多都是以赚10%到20%为目标 如果鸿海的除息行情搭配鸿海去年第四季或今年第一季财报 如果财报表现得好 外资群及主力可能干脆就玩向之前伪创 广达 光宝科及应业达这种赚两三倍差价的行情 反正除息行情一定是会有的 外资群及主力可能就会是当下的基本面 产业面去调整要玩多大一波 对我们这些中长线的价值投资者来说 反正除息行情是把每一年鸿海真金白银赚的反映到股价中 7月多会除息把股息配给股东 这是非常确定的 至于外资群及主力要玩多大波段的行情 那就是看他们心情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全球一流大厂高管出席鸿海活动 二、外资群在台积电中努力地制造锚点 三、外资群止损广达后再止损伪创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132.79亿 投信卖超台股1.7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35.08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99.44亿 外资群期货多单减少321口 期货流仓多单2421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623口 今天台股成交3422.07亿 上涨76.85点 涨幅0.41% 收在18676.31点 电子上涨6.2点 涨幅0.64% 收在959.69点 金融上涨6.67点 涨幅0.39% 收在1705.25点 以外资群在台积电及期货的动作来看 没有想要偏空操作台股的意思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他们买了一大堆的台积电成本在600元 他们就是要透过一买及一卖的方式把手上的股票高价卖给散户 但散户因为2021年一招被蛇咬 10年怕草神 也没有这么轻易就相信台积电股价能占上700元 甚至是上看1000元 记得在2021年时 市场一直在说户国神山 说台积电很快就要上1000元了 那时外资群及主力要出货就是相当的容易 现在很明显就是相对的难卖 毕竟市场及散户都吃过亏了 也没有人会存到连续上两次当 现在散户明显就是一直站在卖方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外资群及主力会输 最终台积电也会像广达及伟创这样跌回去 外资群及主力在1月19日开始买了台积电 广达 伟创 之后就是一直卖不掉拉起来卖 农历长假后更是奋力一级的把台积电 伟创及广达拉上去 结果就仅因为广达1月营收年减19% 外资群及主力就被逼着在广达中止损 当广达下去 同是AI概念股的伟创也是逐渐的走弱 今天大部分的外资群及主力终于受不了了 有比较大规模的止损行为 广达及伟创短线应该是没啥就了 晚上散户可能会用念力的希望挥达财报好 但大家要想一件简单的事 挥达的股价都涨成这样了 你是要挥达开出多好的财报才能满足这贪婪的市场 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FED把利率调升到5.25%到5.5% 所以大部分的外资群及主力都倾向玩短线投机 毕竟台股一年能赚5%到10% 配出4%到5% 外资群拿着5.25%到5.5%利率的资金去价值投资5%到10%的股市 再扣掉所得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也是为什么近一两年股市都是以投机居多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汽盈 买了2000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1496张 第三名的是瑞盈 买了1243张 买第四名的是元富 买了1064张 第五名是元大 买了907张 买第一名的赵峰中立 买了1917张 买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卖了1308张 买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卖了1014张 买第四名是台湾汇利 卖了706张 买第五名的是凯基台北 卖了431张 鸿海今天的成交量仅有18587张 股价在最后一笔被压到跌0.5元 这种成交量下的股价没什么意义 单纯就是一些当冲客在玩短线罢了 勇峰哥连续两天在鸿海中当冲赔钱后 今天又重振旗鼓在鸿海中玩短线 鸿海今天股价波动就是在103到103.5元之间 所以勇峰哥就能成功地赚到钱 昨天勇峰哥才被小虎对教训 今天又很不怕死地在玩 看来接下来的鸿海除袭行情 才能真正有效地让勇峰哥吃到点苦头 新闻说 酷客预录影片和鸿海50周年 动作称下一个50年创造全方位智慧移动生活 鸿海20日于台北举行成立50周年庆祝晚宴 总共500位来自海内外重要贵宾与会 活动由鸿海50周年形象影片揭开序幕 以感恩、创新、未来作为主轴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代表鸿海科技集团 欢迎所有宾客历临 刘洋伟以感恩、创新、未来为主题 在开场致辞时强调 不论是合作伙伴或是供应商身份 今晚现场的所有人都是鸿海的朋友 这场晚宴是为朋友举办的 这个晚宴也是郭台铭所举办 晚宴上苹果执行长酷刻意预录影片的方式 为鸿海庆生晚会献上祝福 会打指行长黄仁勋也以影片方式参与 除夕说过去和鸿海公司携手创新的点滴 也提到未来双方合作方向 英特尔执行长也透过影片 分享过去30多年来 双方紧密的合作关系 至于苹果营运厂Jeff Williams 带领营运资深副总裁Sabi Khan 以及团队伙伴亲自来台参与晚宴 并以贵宾身份上台致辞 郭台铭好友 软体银行创办人孙正义 也是晚宴上重要致辞嘉宾之一 安执行长日本村田制作所社长中导规矩 也在庆生晚宴中代表合作伙伴上台致辞 分享与鸿海合作的点滴 并献上祝福 郭台铭在致辞时表示 50年来 他最感谢的是客户 股东 最重要的是数百万鸿海员工的支持 鸿海成功地改变数百万同仁的生活 从而改变他们的家庭和社区 身为创办人 对此感到最自豪 而最引以为傲的鸿海富士康模式 现在已成为当地经济结构基础 培养当地人才的制造平台 并且带给当地的新制造生态系统 鸿海的50周年庆生晚宴 与会的重要客户伙伴还包括HP Dell Cisco Alphabet Oracle Microsoft等 除晚宴之外 活动本身也举办创新论坛 在柯瑞维安所公布的全球百大创新企业中 台湾在58家亚洲机构中占了11位 而当中就有9家企业来参加晚宴 至于晚宴现场展示鸿海正在积极投入的 三家三领域中的电动车model E 与model B等两款电动车 并安排由鸿海自行开发 并且开始量产的model C 来接送主要贵宾 感受鸿海在未来 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速度 希望能够携手这些合作伙伴 迈向下一个50年 持续共同创造全方位智慧移动生活 此外 刘洋伟在会前受访时表示 鸿海集团要从制造的鸿海 变成平台科技的鸿海 希望透过平台科技能创造更多价值 做出对产业 社会 国家更多贡献 刘洋伟以三大平台为例 强调智慧制造平台对鸿海是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50年已累积非常大规模的制造数据库 如何将数据透过大模型转换为智慧 能在系统里持续流传下去 可及此大模型持续不断改善 这是鸿海一定能做到 一定要做 也有机会做到领先的 伟创在2月20日举行线上法说会 公布了自己最新的营收占比 核心事业包括个人运算的笔电 电脑 荧幕 电脑周边 网路电话 企业运算包括伺服器及储存设备 这部分占总营收7成以上 占获力小于4成 成长事业包括人工智慧运算 如GPU伺服器 GPU加速卡 GPU晶片模组 网通运算包括交换器及网路资安装置 工业运算包括工业电脑及企业型手持装置 客户服器包化维修与零组件服务 这部分是小于30% 但占获力6成 伪创把网通运算 工业运算 科业服务加上人工智慧运算 这样大家就看不出AI伺服器的占比 其实前几天我就透过2022年伺服器是占粗估了 如下在2022年伺服器大厂市占排名 第一名是鸿海的43% 第二名是广达的17% 第三名是伪创的14% 第四名是英叶达的12.8% 剩下的太小我们就不考虑 依据市场调查2022年伺服器的市场营收约2兆多 鸿海在2022年说自己的伺服器营收已经达到1到1.1兆的规模了 伺服器是指一般的伺服器及AI伺服器 鸿海的营收6.6兆的话 伺服器来到1兆 等于就是营收的15.15% 广达2022年营收1.28兆 伺服器营收约3400亿 这里我就是按照市占直接大概的算 伺服器大概就是占广达营收26.56% 伪创2022年营收9846亿 伺服器营收2800亿 伺服器大概就是占营收28.43% 但伪创做伺服器的子公司是违影 伪创仅持有违影42.9% 所以28.43%的42.9%会得到12.19% 我是不懂伪创哪里伺服器占营收比较大 市场是在那幻想伪创100%持有违影吗 这时会有人说 鸿海旗下做伺服器及AI伺服器的工业复联 鸿海也不是100%持有 嗯 没有错 鸿海持有工业复联84% 所以15.15%的84% 也是能得到12.7% 随便也是比伪创高 所以市场幻想二线及三线的厂商伺服器占营收比例高 单纯就是在幻想罢了 只能说他们也不是很懂 一些炒作的人常常在那幻想伪创占比高 获利高 但那是旗下的违影占比高 伪创不是100%持有违影 仅持有42.9% 伪创一开始先把违影的营收及获利算在本业营收及获利中 最后才在归属于非控制权益之尽力扣除 这就叫虚胖的营收及获利 明明有高达57.1%的营收及获利不是伪创的 一开始还把这些营收放到自己的毛利率 盈利率及获利上 让很多投资者有那种伪创毛利率 盈利率很高的感觉 近三个半月以来 外资群合计买超了台积电52.64万张 台积电的寄线是600元 今天台积电的股价收在681元 现在外资群及主力是根本初步来台积电的 现在只能努力地把台积电股价维持在高档一阵子 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最近几天外资群及主力一直有要把台积电的股价拉上去688元 因为唯有把台积电股价拉上688元以上 这样散户才不会一直卖台积电 外资群现在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把台积电股价维持在700元左右 那他们是能赚100元左右的差价 之后拉一个锚点后向下跌 散户就会像在伪创中这样向下摊平 前两三年散户一直对台积电很有信心 外资群及主力就打死不买台积电 最近三个多月下来 散户已经绝望了 外资群及主力开始能买到股票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就涨上来了 近三个多月下来 外资群买超台积电52.64万张 台积电中的散户少了二十几万张 这些人会觉得自己怎么卖了后股价就开始喷出大涨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重点是台积电股价涨上去后 一直跌不下去 现在台积电股价跌不下来 原因是外资群及主力还没有出货的现象 大家有看到广达吧 外资群及主力止损了 现在股价就像软柿子一样软 伪创中的主力及外资群仅值力不到两成 所以伪创的股价还在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以上 外资群每天就是看有没有傻子会进来买 慢慢的就是锁在高档一点一滴的卖 看完台积电广达 伪创的例子后 大家就知道短线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阵子我就是追踪这三档外资群及主力 在操作的个股给大家看 然后这三档刚好又对应到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台积电 外资群及主力是完全还没有出 股价还在他们成本以上很多 现在还在制造锚点当中 第二种是伪创 外资群及主力已经出掉近两成了 大部分的股票还没有出 所以股价还是在他们的成本以上一些 最近因为广达股价下跌 所以慢慢的在直立当中 最后一种就是广达 因为一月营收开出年减19% 结果这么小的事件就能让广达股价大跌 真的就是很搞笑 大家就知道广达的股价已经被过度炒作了 随便一个风吹草动都能造成股价大跌 及三大法人的买进或卖出 真的是很搞笑 广达中的三大法人已经把手上的股票出掉三分之二 所以现在广达的股价在三大法人成本以下 广达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一月营收很烂 现在广达中已经卖出的外资群之道 其他主力也要止损 所以会在里面偏空操作的赚点钱回来 大家看台积电的走势相对强 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主力及外资群都还没有止力或止损的现象 台积电中只有小摩似乎是铁了心的要卖 剩下的主力都持续的买超级护盘 这时就回到三大法人买的是散户卖的 三大法人卖的是散户买的 近三个月卖掉台积电的22万个股东 他们现在会觉得台积电怎么这么强势 嗯 确实啊 毕竟股票在主力及外资群手上 他们会护盘 会拉台 大家看台积电中的外资群及主力当冲要赔多少钱 他们就是透过一买及一卖去互助股价 只要成功的把台积电锚点锁在688元以上 以目前他们的成本大概在季限的600元 他们之后随便卖都能赚钱 大家看外资群及主力在短线做了多少的努力及功夫 就一些不知死活的散户每天在那幻想自己能低买高卖好轻松 如果你想要高卖低买 好歹你也进去研究一下外资群及主力在想什么 看可不可以透过筹码面的研究去看出他们的弱点在哪 目前大部分的主力及外资群就是还没有直立台积电的现象 道理很好懂 因为台积电目前的股价在681元 等于是2022年初时的高点 想要让散户相信台积电值这个钱 至少要在688元整理个几个月的时间 外资群及主力现在就是在上面一买及一卖 也不太需要大买股票 现在就是以当冲及隔日冲为准 未来散户接受台积电这价格后 外资群就能开始倒货了 如果台积电股价走弱 那就像广达及伪创这样 大家应该有看到外资群及主力在伪创及广达中止损吧 这就是短线外资群及主力会做的操作 如果波段单纯从三大法人进出来看 到目前2月20日前 三大法人还买超广达22294张 外资群买超21816张 广达的月限244.35元 所以大部分这期间进来布局的外资群及法人成本平均一定就是在244.35元 这是用平均来看 我们前几天用主力筹码进出来看 外资群平均布局成本在250元左右 近三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止损广达35790张 三大法人止损50397张 第一天止损的成交均价约在251元左右 所以这部分外资群及主力是没有赔钱的 第二及第三个交易日止损 差不多就是卖在242元 这部分一定就是会赔钱的 这也没啥好说的 除了外资群止损 投信及自营商一样也止损 起因净单纯就是广达开出1月营收年减19% 这就是我常和大家说的 只要股价炒到疯狂价 任何一个小利空都会让股价崩跌 当你买到获利别人先拿走 风险你来单的个股 最终你一定就仅剩下赔钱一条路了 富途是1月19日到2月20日买超的外资群及主力 买超第一名的是大摩 从买17856张止损8465张 再止损1230张 再止损4889张 剩下3271张 均价在249.88元 高盛从买了8317张止损1975张 再止损532张 再止损2599张 剩下3211张 均买价在250.49元 美龄也从买9393张止损了几天 现在剩下4515张 当外资群及主力在广达中止损 他们就不会再去互盘及拉抬股价 所以广达的股价会呈现弱势也是正常的 一般来说 外资群及主力都是不同的人 当某个外资自己先止损了 他知道别的外资群及主力也要止损 所以就会进去偏空操作 加速股价下跌 这样自己就能赚到钱 当够多的外资群及主力止损后 股票就会都落在散户手上 这时外资群及主力又偏空操作 自然就容易产生人踩人 这也是为什么散户会觉得自己买了后就会一直跌 这几个交易日下来 三大法人卖了5万张以上 这些股票一定就是落在散户手上 现在就会有够多的散户会觉得 自己买了后怎么广达走势怎么弱到爆 这就是短线的真相 广达今天下跌6.5元 股价收在236.5元 前几天止损的外资群及主力今天持续的止损 美琳今天卖超1081张 已经把手上三分之二的股票都止损掉了 大摩今天又止损了603张 现在广达中的主力已经换人了 如果会追踪筹码面的人 大概从大摩第一天卖一半掉时 就知道大摩想要止损了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今天大家有看到凯基胡伟到广达中玩吧 才买1251张 卖1253张 当冲就赔了111.3万 昨天小虎队到伟创及红海中玩 在伟创中赚48.7万 在红海中赔75万 昨天弄到永峰哥 让永峰哥也赔钱 永峰哥的玩法就是赌红海成交量小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一旦有大波动 永峰哥就会死给主力看 昨天有说过三大法人在广达中止损 在伟创中止力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动 因为AI概念股要炒都是一起炒 广达是市场炒AI概念股的精神指标 结果广达只因为一月营收年减19%就中间落马 外资群及主力就在广达中开始止损 当广达股价下跌时 自然就会影响伟创 不过其因是广达一月营收很烂 和伟创无关 所以伟创在外资群及主力一边互盘一边卖出情况下 还是可以小赚一些出场 从这里大家就能知道外资群及主力的优势 他们可以把股价拉起来 然后透过统计的卖出 散户因为中了锚定效应 觉得伟创股价是从135元以下跌下来 所以就在130元、125元、120元一直向下摊平及加码 但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在114到115元左右 这就是我常说的 三大法人在地档布了很多库存 然后把股价拉上去 打一个锚点 接着股价向下跌 散户就会进去加码及摊平 前几天频道有一个网友来说自己这一波伪创赚很多 呛说要贴对账单 说完后天天下跌 敢买在100元以上的伪创 你和我说这种人程度好 那就是说给鬼听的 有胆你就报三年 五年试试 敢的话我就说你很由衷 不要一时被外资群及主力拐进去 看到未实现损益就觉得自己发大财 那些都仅是浮云 唯有你卖了后 从此不再进去 那才叫你真的赚的 很多人就是低点买一些 然后从高档向下他又拼命的买 最终成本就是在均线上 花100多元买一家净值36元 一年赚4.08元 一年配2.6元的公司 我是不懂有啥好开心的 如果你是要投机 只要你能完成一买及一卖的赚到差价 那你就是王者 如果你和我说买伪创是为了价值投资 我就只能把若字贴到你头上了 真的就是嫩到爆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从广达开出一月很鸟的营收后 外资群集主力在伪创中的动作 大魔本来是布局31937张 均买价在115.53元 最近已经直立了三分之一 手上仅剩20426张 富邦本来布局22498张 现在有28290张 富邦算是伪创中的主力 一直撑住伪创股价 这也是为什么伪创的走势还比广达强一点 富邦如果一直撑住股价 那就是让其他外资群集主力指力 小魔本来买19474张 现在有24143张 小魔也是撑住伪创的主力之一 高盛本来买16342张 现在有20828张 高盛也是撑住股价的主力之一 剩下的远大 统一就是卖了两成左右掉 美龄本来是买了11070张 现在已经把伪创通通指力掉了 赚了十几亿 就是败上面那些主力所赐 以伪创整体的主力筹码来说 出货的比较不顺利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 当初三大法人在买伪创时 很多散户在100元左右 把股票卖给三大法人 对散户来说 伪创就是连100元都不值 所以三大法人把伪创股价拉起来后 就只能自己在那自买自卖自爽 一般的散户都懒得鸟他们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真想要在伪创中指力 难度也是很高 现在他们投袭下去了 只能把股价撑着 看晚上回答的财报出来 是不是可以就场一下 如果回答财报就是普普 那这些主力及外资群 就准备等死了 第一次被外资群及主力 骗到伪创中能说你单纯 第二次再被骗进去 那代表你够愚蠢 今天伪创下跌3.5元 股价收在118.5元 已经接近大部分 这一波布局主力 及外资群的成本了 所以今天这些外资群 及主力就开始加速指力 富邦今天卖超3214张 这一波富邦是买超伟创第一名 合计买超28290张 卖第三名的是大摩 买超2318张 大摩这一波还买超20426张 卖第四名的是统一 买超2277张 这一波统一买超10425张 卖第六名的是原富 买出1906张 这一波原富合计买超8785张 卖第八名的是赵峰 买超1626张 这一波赵峰累计买超4961张 卖第十名的是小摩 卖超1483张 这一波小摩累计买超24143张 这一波主要买超伟创的主力 及外资群 看到伟创股价跌到接近他们的成本 他们都启动了最后直立的动作 毕竟他们手上还有不少 如果伟创再下跌 那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就要赔钱了 今天买超前两名的是美林及瑞银 这两家外资群之前跑得快 现在看到伟创跌下来又进来买 这和一般散户的行为差不多 就算高档侥幸给他们卖了 他们也是会再跌一点又进来买 今天这么多外资群及主力 直立伟创 接下来伟创的走势 会和广达一样的下场 今天晚上挥达会开出财报 如果财报不如预期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就要比谁跑得快了 今天伟创的筹码面一出来 其他的主力及外资群 也都是看在眼中 明显就是要跑了 就像昨天我说广达一样 大部分外资群及主力都跑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傻到进来拉抬 让他们跑 天底下哪有这种好康的事 最后大家有看到小虎对吧 昨天赚48.7万 今天赔72.4万 大家会发觉当充客在这种外资群 主力很多的地方 其实是不太容易赚钱的 我只能说 永峰哥在红海真的就是过太爽了 未来很多外资群及主力来红海中玩 永峰哥就会被教训的惨兮兮 大家发觉我最近分析台积电 广达及伟创的主力筹码比红海清楚 其实红海的成交量太小 你分析主力筹码也没啥意义 之所以会分析台积电 及AI概念股的原因也很好动 因为外资群及主力觉得 在这些个股玩短线比较好赚 他们去这些个股玩就算了 但还会想要把红海中的股东引诱过去 既然如此 我就分析这些个股给大家看 如果你觉得换过去比较好 那就过去 我也不拦你 只要够多人看到我分析台积电 广达及伟创 那外资群及主力就更难在这些个股中割到韭菜 所以外资群及主力这一次在广达 伟创会失败 主要原因是广达开出很鸟的一月营收 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把外资群及主力的筹码面分析得很清楚 散户看完后 他们就会觉得进去的就是傻子 不然以散户原本的习惯 就是把技术线形摊开 看到广达及伟创跌好多了 就又进去买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看一眼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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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